美聯儲或繼續加息 央行行長監存分歧 重返正途 70名前幫派成員順利結業 印度總統莫迪 國事訪問第二天會見總統拜登 好萊塢罷工第八週 作家上街爭取掌心 歡迎收看今日下週 首先我們來關注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週三 在眾議院委員會上表示 由於美國通脹仍然過高 未來幾個月內還會進一步加息 但部分央行行長有不同意見 來看報導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 在週三的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上表示 通脹壓力居高不下 離2%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因此美聯儲將繼續加息 根據美國勞工部的報告 五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升4.0% 是自去年6月的最高峰 9.1%以來的最低漲幅 美聯儲也於上週暫停加息 對於接下來的加息舉措 美國央行行長之間也存在分歧 美聯儲理事 在做決定前需要研究更多數據 此前亞特蘭大聯儲主席 博斯蒂克也曾呼籲停止加息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張博元綜合報導 在民間組織的幫助下 週四上午約70名不同年齡和不同族裔的 前罪犯和幫派成員獲得了高中、社區大學等 各種結業證書展開重返社會的新旅程 賈維斯塔普森曾是很多人眼中的壞孩子 他曾鋁鐺入獄 也曾迷失人生的方向 非盈利組織Homeboy Industries自創立以來 幫助許多前囚犯、前幫派成員等人群回歸社會 週四上午包括湯普森在內的 約70名學生一起參加Homeboy Industries 2023年畢業典禮 他們手舉高中、復學士、學士等學位證書 開啟人生新的篇章 很高興、緊張、興奮 我獲得我的教育 我看我的未來去學校 大家都在這裡很平靜 有很多愛 每天都笑、笑、笑、興奮、興奮 我學習了如何自身的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如何自身的健康、健康、健康、健康 他們教了我很多事情 包括做一個工作、做一個活動、做一個活動、做一個活動 我愛你就是你的家 我們非常驚訝 你很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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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佳音、朱立安 洛杉磯采訪報導 印度總理莫迪對美國的正式國事訪問已經進行到第二天 週四 白宮以最高規格待遇歡迎莫迪的到來 顯示出中美關係越來越緊張之際 印度的地位愈加重要 週四 華麗的儀仗隊等候在白宮南草坪 美國總統拜登和第一夫人等七千多名貴賓齊聚 為印度總理莫迪舉行了最高規格的歡迎儀式 這是莫迪自上任以來第五度訪問美國 但卻是首次國事訪問 拜登此次接待莫迪的規格之高 比接待美國盟友有過之而無不及 美國政府呢拜登政府高調高規格接待印度總理莫迪 顯然是為了出現美國最新的印太戰略 這顯示出印度在這個美國印太戰略中的地位呢 越來越重要 莫迪與拜登當天舉行了雙邊會談 在會後的記者會上 雙方強調了兩國共享的民主價值觀 莫迪此行的另一大莫迪 莫迪此行的另一大目的 是與美國達成一系列在科技國防領域的重大合作協議 合作協議包括允許美國通用電器公司 為印度軍用飛機生產引擎 美國也將向印度出售31架MQ-9B無人機等 幾十億美元的生產這個戰鬥機發動機的訂單交給印度 這個是印度夢寐以求的一個技術 這種技術的話甚至其他別的國家 美國的盟友都沒法獲得的 然後呢還允許這個印度去購買 General Atomics公司的武裝無人機 這個也是印度長期以來想要的平臺 因為這個平臺可以幫助他們探測和反擊中共軍隊的行動 當天莫迪還向美國國會聯席會議演講 這也是外界政要在出訪美國時能獲得的最高禮遇 外界普遍預計 莫迪此次訪美具有高度的戰略意義 美印將藉此加強關係 以更好的在印太地區與中共抗衡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從南韓到印度 比如說美國在中國周邊呢 已經建立一個強大的戰略夥伴的一個網絡 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中呢 就是結成了這樣一個聯盟 在聯手抗衡中共 在制約中共 在把中共呢 牢牢的局限在第一島鏈之內 不讓中共這個中共政權呢 就是威脅世界的陰謀呢可以得逞 明天 莫迪將會會見副總統賀錦麗和國務卿布林肯 以及眾多商界高管 他還將在里根中心 向美印度社區發表演講 集團電視愛記者林一綜合報導 隨著美國作家協會的罷工進入第八週 數百名作家於週三再度舉行集會 向資方爭取 調漲薪資等條件 美國編劇協會罷工至今五十一天過去 週三 數百名編劇作家來到洛杉磯返忙的街區 表達他們對資方的訴求 包括提高工資 增加串流平台的利潤份額 以及限制人工智能的使用 當天還有來自演員工會 導演工會 與美國音樂家聯合會等成員加入集會行列 我認為DGA是非常支持的 我認為SAGAPTRA是非常支持的 SAGAPTRA現在正在商量 我們希望他們能獲得好處 我們希望我們能獲得好處 自今年5月2日以來 全美約有1.1萬名編劇罷工 在洛杉磯地區 每天都有編劇來到華納兄弟公司 派拉蒙工作室等製片公司前抗議 但目前編劇協會與電影電視製作人聯盟 尚未敲定重返談判的日期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王滋毅綜合報導 美國海岸警衛隊週四證實 上週日失蹤的泰坦號潛艇殘骸已經尋獲 這艘潛艇遭遇了災難性內暴 船上5人均已遇難 美國海岸警衛隊週四召開記者會 宣布了泰坦號搜救的重大進展 美國海岸警衛隊海軍少將約翰.毛格表示 海底環境極其惡劣 泰坦號遭受了災難性內暴 所發現的碎片與此相符 而船上5人都已遇難 毛格少將當天還表示 現在判斷泰坦號出故障 是在什麼時間還為時過早 泰坦號運營商海洋之門探險公司 在聲明中說 這些人是真正的探險家 有著獨特的冒險精神 以及對探索和保護世界海洋的深厚熱情 在這個悲慘的時刻 我們的心與這5名逝者 以及他們的每位家人同在 上週日5名乘客乘坐6.7米長的泰坦號 潛入海底參觀泰坦尼克號殘骸 出發不久便失聯 隨後來自多國的搜救隊一直用飛機和船隻 在數千平方英里的公海上搜尋這艘潛艇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顏書綜合報導 美國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 週三在華盛頓智庫戰略和國際問題中心發表演講 表示美國將成為AI監管方面的世界領袖 如果將AI算法的管理主控權拱手讓給中共 世界民主將會衰落 美國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表示 人工智能是把雙刃劍 技術本身可以造福於社會 但如果不加以善用也是巨大的威脅 但如果人們認為AI新興建立不安全 如果有不正確的監管道領袖 它會不斷斷或甚至斷斷新興建立 所以我們必須找到安全的新興建立 舒默說 美國將制定一個安全創新框架 以安全性 問責制 保護民主自由和技術問題的可解釋性為基礎 推動AI創新安全發展 舒默強調 美國如果不主動制定人工智能規範 自由民主恐將被中共踐踏 舒默最後表示 為更有效地實施人工智能安全創新框架 國會將在今年秋天開始召集頂尖專家 促使這項框架成為立法 舒默在演講回答問題環節時透露 儘管人工智能的立法過程會困難重重 但他有信心 因為這是關美國的世界創新領導地位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陳月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 以動物細胞製成的人造肉 或許很快就會出現在美國餐廳和超市 週三 美國監管機構首次批准人造肉 允許兩家加州公司銷售由實驗室培育的肉品 細鬆平常的料理畫面 用料卻是不一般的人造肉 週三 美國農業部允許兩家美國公司 Upside Foods和Good Meat銷售 從實驗室動物細胞中培養出來的肉品 要在不飼養動物的情況下製造肉 第一步必須先收集來自活體動物的細胞或瘦精卵等 實驗人員接著把最可能快速繁殖的細胞 放入大型不鏽鋼發酵罐裡 浸泡在提供生長所需的養分中 在這些培養名裡 細胞可以轉變為人們通常使用的類型 包括製造肌肉 結地組織和脂肪的細胞 讓牠們不斷繁殖 經過數天至數週後 罐中的人造肉可以做成肉排 熱狗或香腸煮熟後使用 好味道 質感非常好 業者稱 人造肉的目的是消除對動物的傷害 並大幅減少飼養動物對環境的影響 提供生長所愛的肉 無法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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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能是一個好的道路 來幫助我們吃得更好 但有商家認為 應將重點放在為產肉動物 提供良好飼料和飼養環境 我認為是很重要的 為人的健康 做生物的健康 生物的健康 做生物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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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生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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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 世界衛生組織曾指出 人造肉的潛在食品安全問題 如製作過程環節的微生物污染 生物殘留物和副產品 部分人群使用後 還可能導致過敏 新唐人電視台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 中國大陸甘肅省定西市農民何愚 因為開墾土地受到中共當局威脅 一家三口選擇走線出逃 並於近日來到美國 帶您了解 甘肅省定西市農民何愚 家族是以畜牧業為主的預僱族 族上留下了4,000畝草原 但在續簽合同時變成了2,000畝 後來土地從草原變荒灘成為鹽檢地 他開墾自己的400畝土地時 卻遭到中共當局威脅 我們在推遞的時候 他們找一大幫人 包括社會上的 推好了我們就要打緊吧 我們打緊的時候他們就來了 來了十幾個小車 包括有社會上的人 他們來把我們的彩車什麼的機器都開走 我們顧的 最後那個彩車都是給他們交錢他們才給你 為此他們決定上訪 但鄉鎮政府觀觀相戶 甚至要求何愚繳交40萬人民幣才能開墾土地 我覺得他不但是一個隱藏 而且是一個非常無類的隱藏 我就不跟他們做任何合作了 就經營這件事之後 我就認為我應該早早離開那個國家 我覺得這個國家沒有任何法律 我們隨時會被消失 我們的孩子隨時會被消失 我們的財產當然我是親生親生 我們的財產隨時會被搶走 我們還留到這個國家幹什麼 2017年 何愚憑藉翻牆 瞭解到中共以外的自由世界 令他恍然大悟 當我明白了之後 我發現我從小長大受到的教育 沒有一句是實話 都是騙我的 就當我明白這日期之後 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我所受到的教育呀 看到的電視 包括我看過的電視劇 在中國所有的媒體 包括你的手機天天刷 不管從老到小 小到1歲 老到80歲、90歲 時刻都在接受教育 就是他們的通知 對中國徹底絕望的他 點燃了逃離中共的強烈嚮往 沒有太多的抗爭 一家三口在2023年3月5日 依然離開中國 並經歷一個多月 通過走線來到了美國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楊揚 馬尚恩 洛杉磯採訪報導 歡迎回來 金字塔屹立在荒漠之中 高大雄偉 讓人感覺自己很渺小 駕駛動力滑翔傘 飛越這一世界奇觀 感覺則完全不同 一起來看 駕駛動力傘 從高空俯視吉薩大金字塔 一種豪邁的情緒瞬間涌上心頭 這些威嚴壯觀的龐大建築 似乎不再那麼擁有威懾力 失面人身像也不再那麼讓人畏懼 反而讓人看到它溫和謙遜的一面 吉薩在首都開羅以南約半小時車程 其中胡夫金字塔高137米 四方塔底邊長230米 最常用的遊覽方式是徒步或者騎駱駝 但在炎熱的埃及幾百米的距離 都會讓人覺得非常遙遠 乘坐動力傘則完全不同 人們享受著飛翔帶來的威風 可以不費吹灰之力 就來到金字塔頂的正上方 來自巴西的一群動力傘專業運動員 選擇單人傘 最大限度地享受控制飛行的快樂 和俯視大金字塔的豪邁 動力傘是帶助力的滑翔傘 有了發動機和螺旋槳的幫助 人們可以在平地上起飛 也能在飛行中保持高度 非常炫酷 動力傘的操控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掌握的 所以普通遊客可以選擇雙人動力傘 由經驗豐富的飛行員駕駛動力傘 游客的任務就是享受 未來幾天 這些遠道而來的巴西人 還將駕駛動力傘 游覽埃及古城盧克索 和鴻海度假聖地馬薩阿拉姆 而運營項目的SKYONE公司 則計劃10月舉行第五届埃及之門活動 在常規的飛行外 再探索一下法遊母省的沙丘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仁浩 綜合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日加州 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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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會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